各位同學大家好 這裡為大家概要的說明 工程設計專題的評量標準 專題製作活動是一個複查心智的歷程 在實際動手的過程當中 同學會運用到許多概念性與程序性的知識 並透過詳盡的計畫及構想 選用工具和材料來製作作品 所以評量必須透過許多方式 綜合的評斷各位同學在這個過程學習的成效 這裡老師該要的說明我們的評量指標 第一個是同學的學習歷程檔案 也就是我們的測量設計工程筆記 每一週次我們都會有相關的活動紀錄 包括界定問題初步構想草圖 3D的設計圖 預測分析與選擇方案的設計圖 同學在探究實驗 紀錄相關效能的評估說明 專題製作步驟的說明 問題解決的紀錄 以及最佳化改善的說明 綜合紀錄這些每一週的工程設計筆記 完成我們的學習歷程檔案 所佔的成績比例這裡建議是40% 第二個部分是作品標準參照評量 也就是我們四個探究實驗 同學獲得的評估數據 這些佔我們成績的30% 第三個是實作評量 同學在工作態度上 工具操作與材料選用上 呈現出的學習成效 佔總成績的15% 最後一個直筆測驗 主要的內容是工程設計的認知評量 和車輛設計的概念知識 這部分佔總成績的15% 綜合前面老師所提的評量方式 在學習表現的評量部分 我們依課綱的素養能力面向 在知識、態度、技能、統合能力方面 左半邊是各位同學在新課綱 加深加廣選修所規範的學習表現 右半邊是我們課程所安排的學習目標 以及同學在活動當中所具體學習的能力 最後是我們整個評量項度上安排的評量方式 評量是為了協助同學了解與促進學習 釐清課程的教學目標 尤其是對工程設計程序與方法的學習 過程當中透過評量激發同學的學習動機 及增強同學自我的了解 作為未來大學升學的參考 接下來該要的為大家說明 在跨領域知識應用的部分 我們透過工程設計程序的學習 在設計、分析、製作、評鑑最佳化幾個評量要項當中 我們具體的學習表現有大家看到畫面中間這一個部分 對應到跨領域知識的應用部分 大寫的T代表科技 E代表工程 M代表數學 A代表藝術 在整個設計情境當中 去完成設計製作的問題解決方案 這是我們這個課程 在跨領域整合的知識應用面向 所希望同學學習的素養能力 未來同學會發現 在所有的設計情境當中 跨領域的知識整合應用 都是非常重要的能力 BGM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